學生說要非正確思議 不同的同學他們也有不同的表達 有一些站非常穩定心鞠躬 有一些走 minut點投 也有些有表達的訴求要求真普選 在這裏我想再講一次 而特區政府有誠意和承擔落實《基本法》的規定 和人大常委有關決定裏面所規定的 我們在2017年有普選行政長官 這是我們工作的目標 下去一定會和各界人士 包括我們的青年同學們一起達致這個目標 2017年的普選我們還有時間 在適當的時間 特區政府會諮詢大家的意見 下去會繼續像過去一樣 到青年人當中 包括在院校裏面 和青年人多交流交往 這個問題我過去回答了 今天不回答了 林太和所有其他的問責團隊 以致到我們廣大公務員合作無間 林太十分得力 我尊重他的意見 而且我們整個團隊和公務員 一起在過去一年 已經落實了不少我政黨裏面 承諾大家要做的事 因此我們在幾天前 將我們過去一年裏面做到的 一些階段性的進展 主動用回報的方式 是向全社會交代的 所以下去呢 我們會繼續合作無間 相信在整個問責團隊 和公務員團隊的支持 和配合之下 我們會逐步朝向落實 我們在政綱裏面 給大家其他的承諾 議員發思論 議員發思靖 政綱核 議員發思公司 議員發思公司 法定人數不足 剛才提到的條件 是不是最好呢 堆填區的問題 亦都是多年來積存的一個問題 大家知道若干年前 當時的政府曾經是希望 在將軍澳是擴建堆填區的 當時是不成功的 我和地區的居民一樣 大家都很關心我們的居住環境 和工作環境 但是我連有那三個堆填區 很快就會達到飽和 因此政府是有責任 雖然不是馬上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但是政府有責任 是看得稍為長遠一些 和地區人士 以至到全香港的市民 大家一起去商討 如何去解決這個全香港人 不是只有三個區 全香港人都要面對這個問題 大家知道我在政綱那裡 我是十分重視香港的環境保護的問題 而在過去一年 我都不斷地提大家 除了經濟發展之外 我們另外四個主要的施政範疇 就是環境 再加上老年社會貧窮和房屋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我們十分注重 地區的聲音我們是聽到的 有任何可以減聽 因為在東區有對田區 所造成對市民在環境和生活的滋擾 特區政府一定會想辦法去克服 下去呢 下去呢 我們都重要 全社會齊心 因為香港的土地面積不大 無論我們怎樣處理 我們的固體費物呢 都會造成大大小小的滋擾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除以在源頭減費之外 另外一些我們沒有辦法 是完全消滅的固體費物呢 我們需要想辦法處理的 大家知道就處理的問題 政府已經做了不少的工夫 在費物回收 跟著呢 我們怎樣在中游和下游 可以有在香港本地 有比較好的 重新再用這些固體費物 那些辦法呢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系統性的解決辦法 那所以呢 我們會繼續呢 將我們面對的問題 以致到政府的主張呢 是和全社會 和這三個有堆田區的居民 當地的區議會 和立法會呢 是商討 這個問題呢 是需要我們700萬人共同承擔 也都希望呢 大家能夠共同合作 盡量減輕呢 對三個地區的居民 他們的生活 和環境質素所造成的影響 謝謝